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始终在海外有一个网站针对这件事情在放资料放材料 那这一次又在第一时间放出了材料放出这些材料都是非常细节了 而且矛盾完全集中在薄熙来本身上 与此同时我们又有更多的人看到一个现象 整个这件事情绕不出去的一个圈子就是法轮功被迫害的圈子 而不是说法轮功学员自己这么讲 而是任何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一点 万言海这在国内原来很有名 那后来大概两年前从国内跑到美国来了 那为了逃避中共对他的迫害 那万言海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意识到一个很大的因素 如果在中国境内的话 真正想达到社会稳定的话 必须考虑到法轮功本身的因素 也就是法轮功目前被中共迫害的这个概念 而法轮功被中共的迫害直接涉及到的 就是江泽民体制之下的政法委的系统 一切的一切又归到这儿 所以在他的眼睛当中 他说真正中国社会想求得稳定的话 必须考虑到法轮功本身的因素 那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 中国维稳政治的法轮功因素 文章上来提到说 这件事情发展到今天 目标集中在温家宝 周永康和中国军队本身上 但是法轮功的因素 这是一个涉及到 当今中共政法委官员身家性命的因素 似乎并没有更多的考虑到 文章接着讲说 因为周永康及其管辖的政法委的维稳大军 特别是执行了镇压迫害法轮功使命的公安 国保警察 如何防止被清算 如何防止自己人头落地 这现在成为了他们第一个要素 所以在他看来 整个事情围绕着 却是中共的政法委系统围绕着 如何自己能够不被清算 他说这个成了一个问题的焦点 对于薄熙来的选择 周永康是要他接过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 警察国家维稳体制 而不应该简单的从官场人际关系 和个人经济利益来看待 我应该说外沿海看准了 而这里面并不是周永康个人的事情 这包括罗干 包括整个江家帮的系统 这个在我们原来的节目当中提到过 所以大家都注意到 很多普通的人也意识到 真正今天国家的问题 今天为什么造成了矛盾这么大的冲击 就是因为法轮功的问题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被侮辱 利用编道的谎言来欺骗整个国民 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而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 却是610办公室 而这610办公室 实际就是一个路线斗争 反过来说 如果你想仅仅以作为薄熙来 把他太太杀人 这样的案子进行处理的话 实际回避了最主要的问题 如果你想回避的话 现实的状况也不可能 我就是提到说 当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 记得前两期节目当中提到 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 大家一定会看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更多的消息出来 人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不成想半天刚过去 网上就出了很多放料的文章 会推动着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往前走 不可能停到一个 所谓仅仅太太杀人自己要负责任的说法 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610办公室 他说中共中央政法委 以610办公室的名义 迅速扩编中国的公安 传统的中国政治保卫系统 对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 包括一系列的酷刑和法外行动 而公安部政治保卫部门 后来改编成叫国内安全保卫总局 直接服从于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指挥 这就是实际提到第二个中央 是这么成立来的 而这个第二个中央的成立 以及后来包括薄熙来跟周永康联手 要做到习近平 一切的基础基点都在这里 文章他就提到说 其实作为法轮功本身来讲 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 但是这是人家正常信仰的自由 作为中共当局来讲 就不应该采取任何暴力的镇压措施 这样的措施 特别是对于一个信仰的团体来讲 会造成矛盾的冲突 以至于到最终的激化 但目前的情况确实是这样 导致了全球的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抗暴 那要把真相讲出来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无意当中 法轮功学员却成为了中国社会 政治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这令中国的政治出现了新的困境 他说作为信仰自由 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你可以不同意它 但你没有权利去消灭它 以国家的名义 以政府的名义 我觉得万严海这个说法就非常到位 而他并没有害过任何人 而你拿出来的什么天安门自焚 那1400例所有这些的做法 却是在罗干的领导的政法委系统下编造出来的 为了欺骗其他普通的中国人 所以应该说万严海在这点上看得非常的清楚 文章接着说 法轮功被迫害之后受到中国国内外政治力量的关注 而法轮功本身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的同情 各国政府 人权组织对中共当局镇压迫害法轮功 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 而法轮功团体本身经历过早期的反迫害讲真相之后 目前自己为了能够讲真相 法轮功学员自发的组建起自己的媒体 包括电台电视台报纸等等相关一切的东西 而且法轮功学员创造了 或者说他创造出了翻墙软件 这使得国内商议人受益 使整个国际社会那些在国内遭受迫害的民众受益 翻墙出来看到真相 道理很简单 如果法轮功学员不是被迫害的 如果法轮功学员自己真的在掩盖什么 他没必要自己创造这些翻墙软件 使得他根本不认识的人 有机会翻墙出来看到真相 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很多朋友说我翻墙出来了 我不想听法轮功的东西 你能够翻墙出来 帮你翻墙出来的人是法轮功学员 你今天说受中共的欺骗影响 你形成了对法轮功的误解这种观念 然后你说我不想看跟法轮功有关系的东西 问题消息或者任何你的分析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的根结 确在于江泽民所建立的政法委系统的这种迫害系统 对法轮功的迫害 他一直赋予顽抗抵抗的原因 他就是不想把他这十多年来 对法轮功学员的侮辱迫害的真相公布于世 根结宰仗 翻墙出来利用的软件是法轮功学员创造的 而法轮功学员创造这样的软件 就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 而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是对你这个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人性的尊重 尊严的尊重 我觉得这些道理是非常清晰的 文章里接着提到这十多年来 海外的法轮功学抗暴抗争 要把真相告诉世人 特别提到一点 2004年11月 大纪元时报发表了系列文章 九评共产党 而在评论当中 针对共产主义 以及共产党的政治观 宇宙观 以及他统治中国大陆期间的历史事件 所造成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就非常大 所以这是谁都回避不了的一件事情 截止到现在 他说目前的中国国内的状况 大家作为中共的统治者 作为这个政法委系统的人 应该非常明白一点 练法轮功的人 遍布国内的各个层面 什么样的人都有 所以在万亚海的眼睛里说 法轮功本身组织精良 技术精湛 这样的一个团体 遍布了国内维权和民主团体内的 所有的成员 对中共的统治本身 这种挑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 而中国微博实名制之后 防范的大概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的这些潜水人 在他的看来来讲 在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这些都没用 你今天翻墙的人 在国内讨论的 就在微博上去讨论的 说我翻墙了 他翻墙了 大家都这么说 谁都懂得 你想靠这个方式 是掩盖不了 是压制不了的 而谁去实行实名制的这种 真正的出处呢 一定是周永康 他惧怕的就是这些 所以文章讲说 鉴于上述的分析 那周永康所管辖的 中共政法委整个体制 特别是现在大权在握的公安 国保等等 将在薄熙来事件 以及接下来的周永康 政法委事件的人选问题上 以及公安部长的人选问题上 殊死一搏 大权旁落 将令中共政法委官员 惶恐不可终日 为什么政法委系统的官员 如果大权旁落的话 就会惶恐不可终日呢 因为他太惧怕 过去的十多年里 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的真相 公布于天下 这正好应和了 我曾经一再提到的 王立军这件事情 兼挑着三件事情 一个是薄熙来 一个是周永康 再一个就是活体摘取 法轮功学院器官这件事情 这样的事情完全去揭开 中共就丧失了任何的合法性 这个地球村上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 都不能接受这种事情的存在 而在我们前两期的文章当中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对薄熙来的处理 我们能感觉到 试图想把这件事情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状况 是不可能的 你这样的妄图的化解 想保住中共本身的话 将会到头来 将会把事情做的就会更糟 更多的人会利用这个机会 把真相披露出来 我们也看到了 我曾经预计说 大概过后的几天里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真相 那不成想 就在半天的时间里 就有更多的真相披露出来 你面对这种真相 无论是胡锦涛 温家宝 温家宝还是习近平 任何人你都无法回避 你过去的时间里 可以以沉默的方式 这种回避多日 但是你可以回避一时 你不能够回避终究 永远的回避 是不可能的 因为事实就是事实 想把这件事情 当成个人去处理 个人的案件去处理 那就更加的荒唐 我就明确讲过 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温家宝在3月14号 已经明确的说出来 靠他自己的人性的一面 明确的讲出来 这件事情是永远掩盖不了的 要对得起人民 对得起中华民族 对得起历史 对得起法律 你如果把薄熙来的事情 单纯作为掩盖自己老婆 杀人嫌疑的这种概念 去处理的话 谁都对不起 连自个儿你都对不起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